这六名的国小情侣 我们看到总共是三对的国小小情侣 自然跑到了这个旅馆里头 揪团去开房间 那么各自享受两人世界 这样的事情后来被父母亲发现了 我们看到其中一名女生的妈妈 气得带她上警局 而女儿的小男友跟父亲到场之后 父亲知道儿子闯祸了 那么我们看到当场给了儿子几个耳光 父子是频频的道歉 那么另外两对情侣后来也被通知到警局了 因为双方都不提告 所以事情没有在扩大 那么六个人所属的两所的国中 他们低调回应 表示现在已经安排六个人都在进行辅导了